诸位传统文化同道大家吉祥 我们在正式进入论语讲要之前 我们能很好的来了解李秉兰老师 对我们深入论语讲要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李老师包含师长老人家 我们用心去观察 他们都是奉行啊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他们的一言一行啊 都是随顺经典 其实随顺经典呢 就是随顺自己的真心呢 来处事待人接物 这个我们要善于观察 他们怎么把经典呢 落实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之中 所以传统文化呢 不只是不理以生活啊 应该是传统文化呢 就是生活 所以我们之前在跟大家交流 修学的观念 态度 大家仅不记得 第一条是什么 这个时候要检查一下 有没有脑中一片空白 那那个假如想不起来正常 因为成德还没有讲二十一遍 差不多讲了五六遍而已 第一句就是 随顺圣贤老祖宗的教诲 不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我们也有提到 子章问善人之道 善人怎么修道 修道的人呢 比善人的境界再高一层 我们冷静去观察这个世间 就像廉子大师说的 造业者百 行善者一恶 现在人被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影响很大 尤其年轻人 小孩啊 那个冲击 越来越大 但是供业当中啊 有别业 尤其是家庭教育的影响 父母能 把孩子护持好 让他少污染 又能在 三岁以前 六岁以前 把五伦八德 因果教育 让他生殖在心田 他形成一种 判断力 他内在很有正气 接触到邪的东西 他不相应 他不愿意 所以古人说 三岁看大 六岁看老啊 这个很关键的时期啊 要抓住 当然 孩子已经大了 也不要遗憾 古人说 亡羊补牢啊 由未完矣啊 而且每个人 善根不可思议啊 我们怎么知道 每一个孩子 每一个人 他阿赖耶稣里面 有多少善根呢 这些善根 预缘呢 就会起现形 所以我们要很珍惜啊 教育的黄金岁月 越小越好 胎教开始 甚至还没怀孕以前 鸡公雷德 感应好的子孙 这了凡事讯有教 有百事之德者 定有百事子孙保之 有十四之德者 竟有十四子孙保之 这段话大家熟不熟悉啊 假如不熟悉啊 那代表了凡事句 没有念三百遍 这师长派的一个作业 因为了凡事讯呢 对我们 什么 积德行善呢 这个道理讲得非常透彻 理得心才能安 以理则情啊 我们有了理智了 我们知道真理了 用这个理智啊 去调伏情事 你看一起感情作用啊 就会感情用试了 甚至烦恼重生啊 但是 有理智了 不容易被境界所转 用现在的话的充满正能量 不被境界影响 举个例子 诸位同道 最近有没有 无缘无故被人家骂 被人家毁谤 然后难过好几天 难过好几天是很浪费时间的 好几天啊 可以读多少不经啊 可以做多少好事啊 可以念很多万德鸿鸣 可以消无量罪业呢 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精进用功啊 还难过好几天 那大家想一想啊 难过好几天呢 起了多少个念头 甚至难过的时候啊 还忍不住啊 怨天尤人啊 那讲了多少句错话 做了多少错的行为 哇 大家冷静啊 较量较量 天壤之别啊 随顺感情用事呢 随顺烦恼呢 造的都是轮回业啊 得冷静冷静啊 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可能成就啊 轮回心造的就是轮回业 怎么可能当身成就呢 所以我们遇到静缘的时候啊 是先感情起来了 意气起来了 这个意气啊 是意识的那个意啊 不是道义的意啊 意气用事啊 好 所以什么时候在用功夫啊 我们遇到每一个静缘的时候啊 要用功夫啊 不能被这个境界影响了 学传统话学什么 有定力 不被境界所转 不被境界转了 就能转境界了 比方 人家无理对待你 你都不生气 对方一次两次三次了 慢慢变什么 他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有良心啊 因为他有良心啊 你们的表情好像不相信人家有良心啊 当然我也不能勉强 当然我也不能勉强你们 要把我这句话 听进去 什么事都不能勉强 要顺其自然 不要控制要求 当父母 当父母当老师 当领导 当领导 很容易一起啊 控制要求 控制要求的心啊 是妄心啊 是贪心啊 我 这个我们要观察到 这个我们要观察到 当父母 当老师 当领导 是个缘分啊 当父母 行菩萨道呢 太太太这个称呼啊 周草三太啊 太僵 太刃 太刺 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啊 这么好的祖先呢 给我们做榜样 好 眼前呢 黎秉兵兰老师 元吉三十多年 给我们做多好的榜样 十长一生 弘法立生六十多年 没有间断 我们能遇到这样的善知识 这也是我们的因缘福报 我讲到这里都露出微笑 你们怎么都没有微笑呢 随闻入贯 我听到挺有福报的 怎么听到挺有福报的 脸还是很僵硬 可能内心里面 有吗 当然我不能勉强里面 我觉得 要补一句 我觉得我挺有福报的 所以师长常常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就是放下控制占有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不能控制 不能占有 不能占有 我的孩子 你得听我的 我的团队 金刚经提醒我们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我值那么重 有我有人 很容易产生对立 尤其是 我见 我的看法对 我慢 傲慢 好为人师 好为人师 一开口 喋喋不休 停不下来 一讲话就停不下来 已经不符合 理济学济的原则了 我们自己要关照 是不是一讲话 就停不下来了 如入无人之境 家里人听的都已经 眉头深锁了 我们视而不见 继续讲 讲到他们都要口吐白沫了 还在讲 我讲的每一句都是经典的话 那对方已经消化不了了 我还继续讲 这不是很贪圆吗 很强求吗 再来说实在的 每一句都是经典的话 但是是什么心讲出来的 我看对方不止不能接受 还产生反感 有啊 我也见过啊 那妈妈在讲孩子 真的每句话都是经典的话 但是孩子就留下一个 印象 妈妈生气了 妈妈很凶 妈妈到底跟你讲什么 不记得 就记得妈妈很凶 哎 我说实在是实啊 不能让错误的 行为啊 一直在那里出现了 最后造成恶性循环 要有定力观照啊 我怎么在下一次不动情绪啊 本来每一次都是 情绪发泄完了 又后悔 一下子 称兴大作 一下子又沮丧的不得了 我本来不想这样 怎么又这样 嗯 所以群书叫 前世不忘后世之诗啊 在哪 不是当皇帝的时候用啊 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本分角色 都要用啊 又检讨了 后不再造 这是延毁的不恶过啊 用在我们 的人身上啊 好 这叫精进啊 这样才能进步啊 好 因为我们 事件的话 每一件事要 总结总结啊 要反省啊 有警觉性 下次不再犯 所以不能控制啊 不能用灌输的 灌输的 灌输的会让人的悟性啊 有障碍呢 大家有没有去观察 父母 非常啰嗦 脾气又大的 你看他的孩子 悟性有没有越来越高 你就观察 他的孩子慢慢都笑不出来了 慢慢发展成什么 他的父母一开口 他直接 电脑自动关机 父母在那里讲 他听都不听了 大家注意哦 听父母的话会自动关机 你说听老师的话会很恭敬吗 我们要注意啊 孩子以后处事啊 待人接物啊 他的源头在哪 在跟父母的关系呢 爱亲者不敢悟于人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所以教教导孩子 第一件事啊 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啊 这是第一个目标 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要恢复啊 我们自己没有恢复 要教孩子恢复 要教学生恢复啊 不容易 所以真的要教育孩子的 不是先盯着孩子 应该是先盯着自己 我的父子有亲恢复了没有 我跟父母 有没有隔阂 还有隔阂 我一定呢 内心里面呢 还是有 埋怨在 才会有那个隔阂 能体恤父母那一代的不容易 念恩 忘怨 你心里那个隔阂就不见了 你心里那个隔阂就不见了 哦 那身心啊 顿感 清安安 好 那我们 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 也有不少年了 我们得总结总结啊 放下灌输 没有 开 导而扶迁啊 引导 不是硬拉着人家的鼻子 抢而扶意啊 抢是鼓励他 不是否定 哇 现在不止否定啊 还带威胁 哇 现在当 父母领导当老师的 都用威胁的方法 你觉得好不好啊 用威胁的 那孩子身心会安定吗 再来哦 孩子也学会威胁别人 那小孩是非善个胎 他还不会判断呢 照单全收 好的坏的 说了 我以前听一个笑话 有一个爸爸太着急了 着急是妄心啊 是烦恼啊 就把他儿子 才一岁左右 大家要知道啊 每个孩子学说话 时间不同啊 不要自己当爸爸了 我那个朋友 他孩子 十个月就会讲话了 怎么还不会讲话呢 你看我们一攀比啊 着急啊 每个人开窍的时间点不一样嘛 每个人开窍的时间点不一样嘛 不要这样比啦 我们就是一直信任他 一直爱护他就对了 你这个住缘都是存衣的 无私付出 他迟早开花结果的 不能着急 这个父亲有点着急的 把孩子抱起来 叫爸爸叫爸爸叫爸爸 你越着急啊 他越学不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长过程有经验 比方说父母老师在教我们 他很急 你怎么都讲不会呢 他一 我们接受到这个能量的时候 就会越慌 你讲的是很有耐性的 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再来 反而你安定了 哎呀对呀 你看我就觉得你一定 可以学会的 你看你看你学会的 下次再看到父母老师就 心里都是暖暖的 假如都是批评多了 看到他们就害怕 你看这个抢额福意呀 抢鼓励呀肯定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的记忆当中呢 父母没有 否定 过自己一次 绝对没有威胁过 绝对没有威胁过 哦 所以 从小就有一种感觉 哎呀我怎么这么有福气 被我父母伸到 我们家 小康家庭 我父亲买车啊 买什么车 朋友开了十年的车 那个后座都是歪的 我们三个姐弟呢 坐的都是 挤在一起 越挤感情越好 为什么感受到父亲是什么 虽然经济啊 不宽裕 但是为了给我们制造 美好成长的回忆 啊 竞其所呢 买了一台 啊 厄手车 我从来没有羡慕过别人 家里有钱 没有 一次都没有 啊 或者人家 地位很高 没有 但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所以不是有钱才会幸福的 不是有地位才会幸福的 好 我们很多人 对人生的认知啊 会 进入一个误区 啊 我要怎样了 我就能幸福 往往当他 当他有钱了 当他有地位了 他说好像不是这样 可能那时候他已经五六十岁了 他有点后悔 但是人生没有后悔 药可以吃啊 所以怎样的人有福报 听圣贤人的话 因为他的教委教导了我们这个民主几千年了 他讲的是真理啊 他讲的是真理啊 不然传不了几千年 所以是 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快乐幸福 天伦之乐 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 天伦之乐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对得起良心 快乐啊 一定要让我们还是扎这个根啊 对得起良心啊 不然现在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啊 那功利主义啊 就会让人呢 挺而走险啊 让人昧着良心啊 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就有第三次了 真的昧着良心呢 随时都要担心 会不会有人发现啊 这种日子太难过了 慢慢慢慢 你说每一天 都要耗能量 在防别人发现 一天 防一天 就要耗一点能量 防一年呢 防五年呢 那铁定啊 之后要得忧郁症的啊 心理负担大嘛 假如我们比较敏感啊 我是有点敏感啊 哎 我觉得我 起个着急了 起个情绪了 马上这个心脏就有点不舒服啊 我还没有大巴雷霆 你看这种能量就会影响身心了 更何况 三年五年十年 都得要提心吊胆 你说那种日子说会幸福 我不相信 孟子这些话很有道理啊 诸位 父母啊 老师啊 我们需不需要让孩子过上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一人的 人生啊 日子啊 第三呢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这是人生的意义啊 纵使我们离开这个世间呢 但是我们的付出 我们的精神 还留在不少人的心里 好 这是人生的价值了 好 就这样 就像 柳毅泰先生 啊 他到最后 他到最后 连身体都捐出来 好 让他的学生许俊呢 的医术能再上一层楼 好 那他是精神长存于世间 好 还有 为善罪乐啊 助人为乐啊 知足常乐啊 好 这个才正确的方向 好 而不是追求 追求 外在的 享乐 地位 金钱 好 因为那是往欲望的方向 欲世深渊啊 好 大家冷静观察观察 好 我们身边亲戚朋友啊 他是以 欲望为乐 最后他得到人生的幸福的 大家见过一个没有 好 他以赚钱为目的 现在赚了很多钱 然后非常快乐 你见过一个吗 我见过的有钱人呢 基本上每一头都会伸索 因为他每天要担心一件事 我的钱会不会变薄了 他就要在那里想 要买哪支股票 哪一间银行利息比较高 我现在说到这个 我胸口都有点压力 可以想象到每天要超很多心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超那些心也不会比较多了 包含 财不失得财富嘛 越失越多啊 所以不能 控制啊 不能是灌输的 不能是洗脑啊 要启发 开耳福达 不能是威胁的 要鼓励 要信任 不能威胁 甚至于带团体的人 你假如离开这个团体啊 你会造很重的业喔 你会下地狱的喔 大家冷静冷静啊 师长老人家有教我们 这样威胁别人嘛 可是为什么说他是师长的学生 可是言行举止 都跟师长教导 师长处事不一样 然后他还说他才是师长的真学生 真学生喔 不会一直挂在口上说他是真学生 真学生呢 会觉得自己做的很不够啊 离师长的教委还很远 绝对不会拿出来标榜的啊 我们现在啊 不能人家一威胁了 或者一讲什么了 自己都没有判断力了 可能从小啊 我们还是被吓过太多了 现在人家一下子头就晕了 我小时候没怎么被吓过 不是没什么 没被吓过 所以人家吓我 我首先要判断判断 你越吓我 越早就判断 你的修养到哪里 当然明白就好 不要又去跟他吵架 你怎么没有照老后再做法去做啊 辩论啊 辩论啊 是非不辩为解脱啊 不用去争 从自己做起 做到啊 让对方自自然然 神惭愧心就好了 好 假如对方真的对你伤害很多 转根念头 他给我上了 终身刻苦铭心的一刻 我以后啊 绝对不用这样的方式对别人 这个念头一转 保证自己提升一个境界 实实在在啊 你觉得对方对待自己很不妥啊 他那个不妥的地方啊 我们或多或少也有啊 我们能以他为戒 这叫善财同志 五十三禅 只要保持这个 每一个人都是来成就我的 都是我的老师 他在让我明白什么 弟子会教我们 见仁善即是即 众去缘以见即 见仁恶即内行 有则改如家境 都得收获啊 我们更把它转成一种愿力 他的错误就是提醒我 要做榜样 要让人在我身上 能建立起传统文化的信心 这个画悲愤就为力量 转烦恼就成菩提了 所以我们绝对啊 不能用 控制 苛责 灌输 洗脑 威蝎 威蝎 不能用这些方式 对待孩子 对待他人 做之君 以身作者啊 这些行为本身就不是以身作者了 做之亲 清人 要让他安心啊 要设身处地 体会他的感受啊 工人之恶物太严 要施其堪受啊 你要提醒别人的问题 不能提醒到他都没信心啊 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当时其可从啊 要体恤到他的状态 循循善用 不能一下目标很高 搞得孩子压力很大 很没信心啊 教野者 这个 知其心啊 然后可以 掌其善救其师啊 我不知道大家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能不能感受到他的心 我们感受不到孩子的心呢 说要 说要 契机地教导他 不大可能 我们可以 观照一下 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 感受不到他的心 那我们的心是处在什么状态 其实啊 我们感受不到孩子的心啊 是因为我们已经啊 被我们的情绪主导了 不然呢 能感受 孩子的心是我们的本有的能力 我们本有能力哦 同体大悲呢 这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哦 我们现在怎么搞成 连在跟人讲话 都感觉不到对方的心呢 我今天得罵个痛快不可 都是自己的感受而已啦 好 我好像今天唠叨太多了 大家的表情 非常的 你看我刚才提醒大家 我自己就犯这个错 好 惭愧惭愧哦 真的讲别人容易啊 关照到自己不容易了 好 我们还是很有福报的啊 我们遇到李秉仁老师 他们是好榜样 他们真的是寻寻善诱啊 他们真的是寻寻善诱啊 做之师啊 那我们的福报呈现在呢 好 我们 我们 跟随 善知识啊 跟随李秉仁老师 师长呢 我们只要想 欸 这一句经句啊 他们是怎么做的 很抽象的经句啊 就会立体起来 就会立体起来 好 像我们上一次 好 看了 雪如风一样 对李秉仁老师 的介绍 我们看到啊 他老人家是见义勇为啊 虽然他经历战乱 烽火半生 皆侥幸啊 侥幸能存活下来啊 其实啊 那个内心是充满感恩啊 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的恩德啊 心肠分寸未成寒 经历人生的苦难啊 反而更有道义 更有使命 这是这些善知识 给我们的学处哦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 人生过往的苦难 转成一种 使命啊 健义勇为啊 老人家 九十七岁 往生前呢 一直截心 静力 于唤醒 国魂呢 掌养 众生的灰命 文化 是 民族的 灵魂呢 教育呢 是文化的生机啊 李老体会到这一点 中期一生 到九十七岁了 没法走路了 学生把他扛上去啊 讲经啊 哦 就像醒功 讲论语讲了四十年了 讲义经讲了二十年 他们真的都是以孔子为榜样 以佛陀为榜样啊 诸位同道啊 我们也是要效法这一点呢 师长知道学儒就学孔子 学道就学老子 学佛就学释迦摩尼佛 我们真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整个身心状态不一样 绝对不会过一天算一天 每一天都觉得要好好经经啊 因为我们的目标 是三教圣人啊 所以李老奉行孔子讲的 见义勇为啊 见义不为啊 无永也 所以到了台湾 将辱世道弘扬 敬其一生 真的是未改心常乐 全连暗路人 但能光照远 不惜至焚身 我们看到他们是怎么落实精教的 我们看到啊 他们是怎么存心的 因为 善知识不会标榜自己的 我们得去观察我们才体会到 比方说啊 雪宫自称啊 逃难专家 我们学到雪宫什么了 大家不觉得雪宫很幽默吗 逃难是人生的苦难耶 但是他并没有很悲观去对待 大家去听 李老师长他们讲课很幽默的 还面对什么事都是很积极乐观去对待 行囊中除了戒谍及印竹的书性外 我们看到这些 他所带的东西 感受到他的心没有 戒谍 都带在身上 那是对佛菩萨的 约定啊 不敢忘啊 李秉兰老师 跟印竹通信 真正见过印竹只有一次 他在林延山 拜见印竹 印竹好像啊 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了 当时候印竹 接待人没有那么长的 马上心心相应了 那几个小时的谈话 李秉兰老师真的是全全福音在心中 不敢忘 不敢忘 结果到了台湾 真的把净土法门发扬广大 接受他教会的几十万人啊 真的是念念不忘印竹的教会 以失智为己智 所以印竹的信 都带在身上 大家真有机会啊 到台湾 一定要去台中联社 李秉兰老师纪念馆看看 每一个物品啊 可能都会震动我们的心灵 李老留下来的袜子 补了又补了 那是穿在里面的啊 穿在外面的 那个大衣 虽然几十年了 很爱惜啊 看起来还是很庄严啊 并带有五十串念珠 我们感受到什么 诸位同道啊 你们身上有没有五十串念珠啊 你们有几串啊 我有啦 我当然知道你有啦 那怎么只想着自己有而已呢 诶 从这些地方看到什么 到底有没有把经典放在心上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代表李老怎么样 一有机会就要跟人家结缘 把这个法门教授给他 当生成就啊 末法实习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啊 轮回很苦耶 我们真的知道轮回苦了 又知道这个法门可以托轮回 一有机会一定互念别人 认识这个法门 但是不要攀远啊 不要今天我们交流完了 马上拿了几十万佛珠 给你给你 搞得人家要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然后很尴尬 要看机缘 不要一听又产生一个执着 那一份心我们要体会到啊 念经啊要随闻入惯啊 不能随口划过啊 无量说 父主儒等 做大守护啊 为诸有情 长夜利益 莫令动身 轮舵五去啊 我们念这一段的时候啊 这个头顶有没有觉得热热的 有没有觉得热热的 很可能想起 可能三千多年前了 我还参与了那个法会 佛陀当时候还交代了我这一句 父主儒等做大守护啊 读经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这一部经啊 佛讲给谁听呢 就是讲给我听的 随闻就入关了 听经也是这样啊 讲给我听的 这一点就不容易了 一般听经 听着听着 哎呀我太太今天没来 太可惜了 哎呀我婆婆今天没来 太可惜了 嗯 好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啊 就看着底下 他听着听着 眼睛就往旁边瞄 好 我是有感觉到呢 他那个表情的意思 就看着他太太 嗯 老师现在讲这个很重要 嗯他有没有注意听 都没有想自己有没有注意听 都没有想自己有没有注意听 都是先看别人有没有注意听 传统话是内学要向内了 我们这个向外的惯性太强了 好 所以我们目前当目击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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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这些 纯心我们学到了 我们当下就可以效法了 啊 所以这样 会很有 收获啊 好 好 这个李秉兰老师啊 他是个中医师啊 很高明的中医师 啊 啊 陈德现在假如三十岁啊 我就会去学中医了 为什么 帮人家看病啊 人生啊这个病苦是很辛苦的 哎 自己又有能力 去帮忙 好 而且你帮他治病啊 他很信任你啊 好 这个时候呢 你要把乳师道介绍给他就容易了 好 有这个医术啊 广洁善缘 好 所以 诸位同道啊 你的孩子 你的晚辈啊 对中医有兴趣 好好扶持他 哦 当然别逼他哦 这一句我得交代啊 不然又要有很多小孩 被摧残 而且是被我害的 间接害的 我现在讲的话 都不是我想象的 都是已经成为事实了 有啊 有妈妈 好 让他学中医 让他背书 一个五岁的孩子 让他背书背到十二点多 半夜 我听了都心痛啊 他是个孩子呢 你怎么这么 逼他干啥 逼哦 五岁哦 还没反弹哦 到二十岁就反弹了 不学了 不要侥幸啊 不要侥幸啊 我们用的心不对啊 他那个恶果 迟早要现前了 不能侥幸啊 都要用真心了 不能控制要求 不能攀远 不能攀远 不能强求啊 好 循序渐静啊 不能超之 过急啊 好 好 我们 接下来 下一个主题啊 普善联峰 我们先看这一段的记录 再来交流 普善联峰 雪公西元一九四九年初 帝台后 宇居台中市 帝台第一次正式说法在台中市居人路法华寺 并于寺内设施诊处 亲自施衣接种 后经延阔极多处 灵山寺尤为重心 奖经旧且多 更在台湾开结七念佛之先例 雪公抵台后到往生为止 整整三十八个年头 一直都在台湾 住在台中市 老人家说 我来到台湾 受台湾这块土地的滋养 我比台湾人更爱台湾 老人家爱的不是台湾的阿里山或日月潭 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民心 雪公不断地把中华文化的种子 及精神传播给台湾人 唤起青年学子 对文化及社会的使命感 雪公告诫称动的人说 对己着想 我是菩萨 因其绝招当行忍辱 对他着想 而乃吃汗 因其悲心予以原谅 在极有一句鸿鸣 当作金盾 绵绵念去 压住称心 不然他吃我称 一桶坠落 雪公诗 雪公诗 偶得 书未回时 夜起青 心描得语 化心情 前昏惊苦 魂无事 唯有赞然 悦泽明 悦泽明 代表念念念都想着 把这个当生成就的法门 介绍给有缘的人 到了台湾之后 更是尽其全力 弘扬 净土众 菩萨联峰 施衣跟大众结善缘 我们佛门有四色法 第一个就是布施 还有爱与力行同事 四色法第一 就是布施 那有同修 他就想 那我现在三十岁了 可不可以学医 那诸位同道 可不可以 回答人家 尽量不要说可以 或者不可以 为什么 你跟他讲可以或不可以 是你帮他判断 一般来讲 最好他自己判断 为什么 除非你对他很熟悉 假如你都没有见过他 尽量不要帮人家拍板 这也是一个应对的分寸 这是应对分寸 不是不愿意承担 不是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对方的情况我们不了解 那因为 那是他要去下的功夫 所以 他过去生 有没有这个天分 实在讲呢 我们这一生的长处啊 怎么来的 这一生学的啊 天赋 天赋都是过去生带来 所以自己可以测试一下 你看 假如 读这些中医的书籍 读的 非常欢喜 也很容易吸收 有这个天赋 三十岁不嫌晚 你没有这个天赋呢 硬学 学到最后自己又很痛苦 菩萨道啊 行行 都有 五十三餐呢 菩萨在哪 各行各业 可以 可以依你 比较高的那个天分呢 去服务大众 那这个就要自己去判断了 我们有一个习惯啊 都要别人拍板 我最怕遇到这样的人 他会 蔡老师啊 我怎么样 就你来定吧 我一听 心脏跳动越来越快 现在也遇到一些 法师啊 就你定吧 你要走的路让我定 我只能把原理原则供养你啊 你走着走着有什么情况 我也愿意付此啊 但是你总不能让我帮你下决定 而且你客观遇到的什么情况啊 你也要客观给我反应哦 不能粉饰太平啊 到时候我帮你的建议又跟事实不符合 好 最后出了什么情况 最后出了什么情况 都是你害我的 好 好 好 我们都知道啊 医圣张仲景啊 医圣耶 他的伤寒论 那是医学界的宝典 他几岁学医的 我假如没记错啊 好像超过四十岁啊 才学医呢 所以你看 虚空飞大 星王伟大 金刚飞尖 怨力最尖啊 人那个怨心真的发出来的力量大了 好 好 那我们看到啊 李老道的台湾呢 开 节期念佛之先例 大家学哦 不能学在向上 我们读到这个 哇那好 我也来 开节期念佛 念七天 勇猛精进哦 现在人的体力啊 要这么念佛啊 不容易哦 所以那个年代可以 不代表这个年代可以 都不能学向啊 带动一种风气 但是要契合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师长讲经哦 就没有一直强调 节期念佛 师长怎么建议啊 现在都市的人 谋生不亦有 你一个礼 一个月 念一天 或者什么 或者什么 学锅肉酱 学锅肉酱哦 没有 连续念七天不睡觉哦 大家要注意哦 节期念佛啊 那种精进念佛啊 那种精进念佛啊 一定要有道恨很高的人 互长哦 李炳南老师 李炳南老师道恨很高 他可以护长哦 你没有人护长啊 那那么精进啊 有时候出点什么情况 那就 那就 对人家很难交代了 所以师长强调 锅肉酱的精神 念累了休息 休息好了 再念 我们都要善听哦 老人家这个都是应激 在指导我们 好 不然呢 有时候我们那个执着性来了 都会用力过猛啊 好 最后又造成 流弊啊 就不好 我都遇过啊 他就念佛 不吃不喝了 念了很多天呢 后来 有人有点担心了 就问师长 这样好不好 师长说 不要这样 告诉他 他没听 继续这样念 大家想一想啊 他这样念下去了 人家怎么判断呢 是饿死的 还是往生了 人那个执着性上来哦 您老师的话都不听了 所以这种固执啊 所以这种固执啊 要调伏哦 我们总要啊 表的法是 大众能接受的 我们 我们 想起那个宋朝 迎科法师 是吧 你看他念了 不吃不喝 念了三天 阿弥陀佛来了 他说 他说我现在就跟你去 阿弥陀佛有没有接他去啊 没有啊 三天之后我来接你啊 假如 就接走了 人家房门一打开 会说他往生了吗 说他饿死了 说三天不吃不喝吗 都要防流鼻的啊 我们呢 人一激动起来 一固执起来 真的是如如无人之境了 不冷静了 都没考虑到流鼻的问题了 所以孔子有说啊 就是 罪拿哪些人没办法 物称 称人之恶者 常常都是批评 别人 物居下流而善上者 处在下位呢 都批评领导 这样会影响一个团体的信心啊 物 果敢而智者 果敢就是 他做什么事啊 很有决心 但是呢 理不通达 考虑不做到 谁又邋遢不回来 这个最后会造成很不好的 负面影响 所以啊 做什么事啊 不能冲动啊 好 好 那我们看到啊 这一段 李宾仁老师说啊 我比台湾人更爱台湾 老人家 到了哪个地方 他时时都念着 这个地方人名 对他的恩德 我们这个民主的一个特色 知恩报恩 受人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啊 你看 李宾仁老师 九十五岁啊 才有适者照顾他 都是 自己来 不怎么需要人家照顾 不怎么需要人家照顾 可是你看 他老人家怎么报 这一方人名的恩 这是我们的学处哦 好 诸位 同道啊 你们应该有人是 离开家乡 到另一片土地发展的吧 您是离开家乡的请举手 好 这一段 我们可以效法啊 比如你是广东人 到了 湖北 你要做到啊 让湖北人说 你比湖北人 更爱湖北 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啊 白学 这个 雪 雪如风雨 好 我们效法 李宾仁老师 你学了就要效法啊 不然不是白学了吗 好 再来 雪公 唤起青年学子 对文化及社会的使命感 这种心境我们要体会到啊 他没有想自己啊 没有只是想家庭啊 他想的是整个国家民主 整个世界的下一代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整个人类整个民主他一代传一代啊 你下一代没有了就没有未来了 所以对于年轻人 尽心竭力的培养啊 好 我们 一起学习的 同道 也有在 幽儿园小学中学任教 这都是 这都是 很殊胜的缘啊 好 我们尽心尽力了 那真的对得起 下一代啊 对得起国家社会了 好 好 那个 学功 告诫 称怒的人 好 这一段我们随文入冠啊 今天就是告别 称会兴的 好时间啊 大家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观音沉到日子 怎么对质称会兴啊 今天真的是好日子啊 我们今天就把称恨放下 佛陀教的五庭兴观呢 多称众生 慈悲观 其实称从哪里来的 我来的吗 我称啊 没有我哪来的称啊 慈悲替对方想啊 我们的念头在对方啊 这个称心不容易起来 好 李老说的 对他 着想啊 耳乃吃汗呢 应其悲心呢 予以原谅 不生气了 这叫爱人呢 慈悲待人呢 对自己呢 我要行菩萨道啊 应其绝兆啊 菩萨万恨啊 六度万恨啊 六度里面就忍入啊 一切法得成于忍啊 忍不住了火烧功德灵啊 不能跟自己的道业过不去啊 这叫自爱 爱人应其慈悲啊 自爱亲近平等绝 贪嗔智慧污染我们呢 要调服 怎么调服 急用一句 鸿鸣 当作精顿啊 绵绵念去 只贵艳丽强啊 哪怕妄想多 静远无好丑啊 佛号一扫过啊 啊 压住称兴啊 不然 他吃我称呢 一同堕落啊 我们不能干这个 害自己要害别人的事情啊 要理智了 理智的人 自爱爱人 好 我们刚刚看到 雪公啊 这个偶德诗 大家有没有 记住这个雪公看书的神情啊 雪公啊 以读书为修习 读书就神骄傲古人啊 开卷有益啊 好 好 好 书未回时 夜气清啊 好 好 这些诗啊 只可意会 好 不可言传 大家 自己去体会体会 感受感受 好 好 好 那看着书啊 随文入关 真的是神骄古人 看着看着 好 好 我们自己 善根 增长啊 心描得语 放心情 每一天都要看书啊 每一天都要听经 某 三日不读书啊 面目可真啊 看着书啊 乾坤筋骨魂无事啊 天下本无事啊 庸人至老子啊 唯有赞然月色明啊 看一切历史 看一切古书啊 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我们的真心啊 越能够 恢复啊 所有的经典都是让我们 恢复真心啊 都是劝我们放下的 乾坤筋骨魂无事啊 所以师长修学的心法 真诚 亲近平等 正觉慈悲 实时提醒自己 用真心不用烦恼 这五星就是真心了 世上呢 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一切有为法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都是假的 不要放在心上 借假修真 借一切事啊 劝自己放下烦恼 借一切因缘 护念别人 放下烦恼 大做梦中佛事啊 大做梦中佛事啊 但心上不要牵挂 一切随缘 随缘妙用 一牵挂就妙不起来了 大做梦中佛事 星见水月道场 做再多的事啊 不要搞复杂 只要把心用对就好 把心守好就好了 没有复杂 随时可以用真心 事再多啊 还是能处理好 你心用对了 家里的事也好 工作的事也好 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好 那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